哈喽,大家好,我是橘子姐 有粉丝朋友的要求 今天做一个蒜香花生 我们要买这种大颗粒的花生 放在大盆中 用刚烧的开水烫一个小时 光听名字就知道了 蒜香花生肯定少不了蒜 一把大蒜剥皮洗净之后切成蒜片 放在盘中备用 泡好的花生 各个都是胖乎乎 泡好之后用手指轻轻碾压 皮和肉就会分开 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再把它清洗干净 沥干水分之后 把蒜片放在里面 再加入一把花椒纸 少许的白酒 一勺鸡精 一勺十三香 搅拌均匀 搅拌好之后盖上盖子 放在一旁 腌制一个小时 使材料的香味都渗入到花生里面 腌制的过程中 如果你有时间 可以给它翻拌两次 腌制好之后 我们在锅里倒入一斤的盐 把花生倒进里面 用中小火慢慢的翻炒 炒花生的这一步 建议选用铁锅 因为铁锅不怕严厉 来回摩擦 如果家里没有铁锅 就选用一把快淘汰的锅 炒的时候 要来回翻拌 避免受热不均匀 把花生炒糊 影响了口感 这样大概炒十分钟左右 把花生里面的水分全部都逼出 炒干之后 用露勺把盐漏掉 装在盘子里 晾凉之后 这个花生就会变得很脆 放凉之后 把它放在无水无油的保鲜盒中 或者是保鲜袋中 密封保存 这样可以存放很久 都不会坏 吃的时候 用手指轻轻拎压 这个皮就会掉 口感上很香很脆 这个蒜片也可以吃 口感上也是非常的香 用来下酒 或者是用来做追剧的小零食 都很适合 喜欢的朋友 赶紧试试做吧